中共十九大焦点人物王岐山在媒体的博弈中 再次露面会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而此前中共喉舌重磅文章称要打赢反腐之战 32省一把手先用习浪潮 其贯通逻辑显示 王岐山段无退路 新加坡联合早报9月20日报道显示 王岐山当日与李显龙会晤 是因李显龙访华期间提出要见他 报道引述王岐山对李的解释说 所以我就经过情势 今天就能够和你和夫人见面 大陆官媒在报道王岐山与李显龙的会晤中 则强调了王岐山介绍反腐的经验等等 21日港媒《平博日报》分析称 王岐山此时现身接见外宾 或会释出一些重要政治讯号 包括中共反腐动向 以及他在十九大后的去向等 香港《明报》在报道中 引述评讨论人士刘瑞赵的说法指 李显龙的点名要件 可能只是试探王岐山的去留 不过王岐山的说见就见 以及其在会见中的神态 似乎又一次回击了癌症 心脏搭桥等谣言 王岐山现身前两天的9月18日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文章称要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战 对王岐山五年功绩大家赞颂 文章称 截至今年6月底 中共纪委共立案审查 中管干部280多人 厅局级干部8600多人 县处级干部6.6万人 而处置问题线索236.2万件 立案141.8万件 处分140.9万人 依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5.4万人 当然 这其实只是九牛一毛 在立举了更多数据之后 文章还引述中共国家统计局的问卷调查称 民众很满意或比较满意 在2016年就高达92.9% 不过文章在高谈反腐的重要性等等之后 特别引出一句 得罪千百人 不负13亿的中纪委说法 这一说法正好在郭文贵指控王岐山的同一时间段出现 结合目前境内外对习王反腐的指责 以及郭文贵的指控来看 这一说法反击信号强烈 从处于交召状态到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 再到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 文章对中共反腐层层递进的成果解析之后 仍旧强调中共的命运 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宣称反腐败斗争正未有穷迹 而结尾则重申巩固扩大反腐败压倒性态势 在历史性感好中不断向人民交出优异的答卷 如果按照字面理解 反腐杀皇王岐山的执掌的反腐运动还将继续 在不断交答案中 暗示老王不能走 这与海外媒体 王岐山反腐仍未攻城 腐败总教练 慢生发大财的江泽民等人还没抓起来 王岐山必将留任的看法相同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时评人经》中 在《美国之音》今日的访谈节目中也认为 文章信息表明 习的中共中央支持王岐山 同时打击郭文贵爆料 对王岐山来说 这是他的19大利好信号 美国之音今日的讨论中 认为王岐山为习近平操盘反腐 四面树敌 陷入各种政治力量激烈斗争的漩涡 他主导的反腐运动今年来也因卷入党内权力斗争 其合法性遭到质疑和挑战 合法性遭到质疑和挑战 说法似乎有些牵强 中共是中国的专制执政党 具有邪教性质的中共 对自己人的检除 不存在合法与非法问题 不过 旅美时平人 作家何清廉对美国之音表示 质疑和挑战 援起郭文贵的指控 但其指控 因阿波罗网站的调查而被证实是造谣 何清廉赞同 王岐山将留任 并出任国监委要职的说法 至于所谓的七上八下 何清廉也认为不是问题 而理由包括中国是人质 人说了算 以及该规矩并非习近平定立 何清廉表示中共规定的出台和废纸都是随心所欲 如果继续坚守七上八下的规矩 这将对习近平很不利 因为他不敢算5年后退位下台 金钟在这一节目中也解释了七上八下的由来 称这是江泽民搞出来的 是在十六大上针对李瑞桓 当时的常委李瑞桓68岁 是唯一敢于对抗江泽民的常委 江泽民担心他继续作对和挑战 此外 当时还面临胡锦涛要上位的问题 所以 江泽民便拍拍脑袋 向出了这个政策 告下了李瑞桓 金钟同时表示 江泽民可以搞出七上八下 习近平现在也可以废除七上八下 这是小菜一碟 因为反正是人质 他也倾向于王岐山会留任 对习近平而言 告掉王岐山就是否定自己 所以会抱住王岐山 9月19日 新京报公众微信号正式综合报道 十九大前 32位省级一把手重要表态 归结了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 政委孙金龙到所有31个省区直辖市的诸侯的拥戴习近平的喊声 其中 四个直辖市的头颅 李瑞桓 蔡奇 陈明尔 韩正自然是习主席视察 批示 只是等一阶成就的欧哥 而文章引述了韩正 几乎照搬了所有关于习核心解读的文字 该报道选取了四个人的正面照片 蔡奇 韩正 陈明尔 林多 而胡春华是配有头像的文章截图 双面人 反水人物李洪忠没有图像 应该说这一配图别有用心 就目前中共十九大入常名单的热潮来看 韩正一直被部分媒体看好 而文章特别突出了他 对习核心的拥戴 陈明尔字不但说 几乎可以断定其将进入十九大常委 而王岐山的亲信 林多的出现则意味深长 目前还是中央候补委员的林多 在中共十九大成为中委成员毫无悬念 况且目前已经有十七名中委落马 分别是蒋介敏 李东升 杨金山 令计划 周本顺 杨栋梁 苏树林 王敏 田修思 黄新国 王建平 李立国 孙怀山 向俊波 王三运 孙政才 中央政治局委员 杨焕明 事实上 中国所有地方诸侯的所谓表态 本就是中共政体的一贯模式 但仅就将派人马 韩正雍习核心来看 释放的信号十分明显 那就是习近平说什么 他们就干什么 此前百届一致认为习近平要留任王岐山 这些地方大员的表态也可看作是间接默认将支持习近平的所有决定 而这一逻辑是专制政党的必然逻辑 白纸黑字 忠诚不得反悔 只不过 习近平的热闹能持续多久 谁也不能保证 专制部的民心 失民心者 必失天下